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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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不会一直单身的 时间那么大 三条腿的青蛙找不到 两条腿的男人肯定能找到 还有那么惨 我要说高吗 这种算高的吗 挺高的 第几次演女强人 我听少演女强人的 还要我从现在告诉你一遍 应该怎么做吗 我之前演过吕厚算女强人 现代戏的女强人 可能这次是最强 但希望你黑得专业一点 不要那么业余 她是一个女战士 她是带着铠甲出现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她很有力量 然后跟我以前的一些角色 很不一样 然后又是一个这样的题材 离我很近 但我还有一些物理看花的状态 在我心里的定义是 她比复查要重很多 不是说复查不重 而是复查对于我来讲 她跟我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冲突 那墨向晚有很多 跟我不一致的 她是一个枪毛的一个角色 所以很多我是需要去塑造的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 她都可以顽强地站起来 她是一个内心非常刚的人 我会问自己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可以像她这么顽强地站起来吗 我不管姿势如何 但我选择我会站着 继续坚持我想要做的 今年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包括嗓音 前段时间也不是很好 我就觉得其实有点力不从心 我嗓音的最不好的时候 我拍《人民财产》 那时候我就吃两颗药丸 然后我就继续拍 今年可能后面会缓冲一下 再玄玄剧本 就没有像前年去年那么累 就真的是两三个小时 一整年都没休息 嗓音的时候 还有得加点发片吧 其实就是群众演员 我知道我该走了 你吃饭了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我明明湿 两块 我现在不湿了 因为如果有点这样我会死的 我现在不工作的时候 80%都是留给自己的时间 就让自己调整 然后更健康地生活 现在是去香港 不是 路上 我觉得我可能带不了什么活 我不太会 等一下 我就很佩服它 我觉得它们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好几个小时这样 我万一带不了人家 人家会觉得 对吧 对 我会觉得 我也不能让人家失望 我还是希望做自己比较擅长的 强项的事情 我觉得这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吧 如果你不太适合 可能会弄巧成拙 我想一直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是事故而不是故 我现在发现可能也是老了 年轻的时候确实我就喜欢穿黑白灰 我现在你看粉 然后我们女朋友经常会调感 这就是老了的表现 然后没事涂个大红嘴 我突然就想到我妈妈那个年纪 就是她年纪大的时候也会穿一些新颜色 我小时候就觉得 你干嘛穿那么乍眼啊 已经四十了 可能最大的危机是不是觉得应该 找个人结婚生孩子啊 不然的话是不是身体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这可能是我危机吧 就在感情上面我特别倔强 有的时候我比男的还刚 我也不会写撒娇两个字 以前就觉得一定要浪漫啊 火花啊 现在会觉得两个人能够安静地待在一起 可能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然后彼此的那种爱是 你不用讲出来都知道的 我不想勉强 任性吗 没有人这样评价过我 他们也不好意思说吧 我希望吧 可以脱单 你把年纪 我觉得疫情都过去了 真的是 有什么比生与死更大的事呢 若浮狂一回 不离一遂 不敢去叫我梅 其实真的就是缘分吧 我觉得在她走的前三天 我们还在一起见面 当时是一个电影节 然后她还自己跑过来跟我打招呼 然后我们就聊天 然后她还特别暖地给我们拿水让我们喝 然后她说后面有一个真人秀 我说到时候你去配音你去看 她说好 如果醒不来 是我愿意 是你过分美丽 因为在一起 你会在一起 你会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